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腿又细又直 真是一家子的高颜值 魔童是袁咏仪和张志玲的独生子 他们夫妻是出了名的恩爱甜蜜 在1992年相识相恋后 张志玲和袁咏仪爱情长包9年结婚 如今已经在一起29年 结婚20年了 但他们每天还是如胶似期 仿佛还在热恋期一般 从没有传出过什么绯闻 在这样幸福的家庭里长大 魔童也是成长了预发的出众优秀 此前魔童在睡觉平台上晒出了和袁咏仪的合照 可以看到他已经比妈妈高出半个头了 而且啊 脸小头小比妈妈还要上镜 魔童亲密的搭住袁咏仪的肩膀 想来他和父母俩的关系也非常不错 袁咏仪出生在警察世家 从小对他就很严格 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条理性的 如今他那么霸气也是和爸爸的教育有关 袁咏仪上有一个哥哥 下有一个妹妹 虽然父亲对他最严格 但也是最疼他 1990年 袁咏仪一冲动去报名参加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一向男孩子气得他特意地将头发卷成了大波浪 穿着傲娇性感的小咏仪走上台 别的选手都是用力表建住端庄 大气温柔的形象 而袁咏仪却迈着大步 吊儿郎当地走上舞台 他就像是一个不使人间烟火的仙女 刚刚坠落坟间 在舞台上该转圈就转圈 该笑的时候就笑 面对主持人提出了挑战问题 他也能够从容应对 丝毫没有紧张的感觉 一颦一笑每根发丝 每个眼神都散发着魅力和自信 谁能经得住仙女的诱惑 那一年他获得了港姐冠军和最上进小姐奖 年轻的袁咏仪可以说是 倾国倾城 只看一眼便惊艳千年 刚出道时他自闻不断受到外人宠爱 他说往东谁也不该忘心 有一次接到了一个剧板 他觉得不合理 就气冲冲的去找编剧理论 编剧直接把他拒绝了 受不了气的袁咏仪向媒体抱怨 第二天报纸上的内容全是 编剧把观众当白痴 和编剧以及公司对着干 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因为这件事呢 他被封上了一年 在事业上非常自我 不为对方考虑的袁咏仪 爱情上更是自私 伤害了别人 九十年代初啊 袁咏仪在娱乐圈刚开始吃苦头 而这时二十多岁的地产神童 罗兆辉已经挤身亿万富豪行列 罗兆辉因优异的地产经济天赋 得到了刘兰雄的器重 也曾和周星驰称兄道弟 承斥巨资买下了香港重庆大楼 一年后呢 又把他转手卖了出去 赚了五个亿 他有着刘兰雄的商业头脑 更有着和刘兰雄同样的癖好 那就是不断换女人 俗孩子说啊 有钱能是鬼推磨 有钱也能得到漂亮女孩的心啊 就连袁咏仪也被他收入囊下 两人当时在一起的时候 并没有传出什么消息 反而是多年后 一场金融风暴 让罗兆辉痛不欲生 走投无路的他 开始给别人制造痛苦 他爆出了自己和很多 知名女星的私密照片 其中就袁咏仪 罗兆辉告诉媒体 他花了一百万 包养了微信 港姐 这人啊 就是袁咏仪 还大放直词 你给他一百万 他可能不会就范 你给他一千万 他可能也不瞧一眼 但你如果给他一亿 两亿 或者十个亿 他能不动心 不和常理啊 不就是睡觉吗 和谁睡不是睡 被曝光后 袁咏仪没有任何表示 似乎是默许 后来在节目中 他大方承认 自己曾经做过第三者 并为当年做了事道歉 我以前他目虚荣 年纪小不懂事 自以为自己年轻有本钱 而自己长大变成熟了 就好后悔 觉得不可以这样的 始终人家都是有老婆的 至于是不是 罗兆辉还有待考证 袁咏仪能够大方 不避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一方面是因为 他自己的性格 另一方面是因为 他旁边有一个 能够让他安心的男人 张志玲 1991年 被罗兆辉包养后 一个长相帅气的男孩 闯进了他生活 懒人烟和做拍摄 编程浪子相识 20岁 大胆又直爽的袁咏仪 认为喜欢就要争取 便大胆地对张志玲 展开追求 女追男隔层杀 没多久 张志玲就被追到手了 那时候张志玲 还没什么名气 所以一直以事业为重 他觉得男人有了事业 才能照顾自己的女人 当时结婚呢 还是袁咏仪主动和张志玲说 你怎么还不娶我 后来张志玲才向他求婚 成为模范夫妻 张志玲算是一个老实人 他不沾花惹草 也能包容袁咏仪的坏脾气 其实在两人谈恋爱期间呢 罗兆辉还给张志玲打电话说 你老婆被我包养了 挂掉电话后啊 袁咏仪在一旁连声说 对不起 张志玲却说 我怎么会怪你 这让袁咏仪感动不已 更加认准了这个男人 大家都说这个接盘 袁咏仪的这个老实人呢 胸襟未免也太宽广了 更宽广的还在后面 除了罗兆辉之外 大家发现 袁咏仪曾经提到的 那个有妇之妇 似乎是最近去世的赌王何鸿燊 最近何鸿燊去世呢 他的情史都被翻出来 多年前 袁咏仪和何鸿燊的密室 也被拉出来了 两人曾经的关系又浮出水面 据说 曾经何鸿燊在袁咏仪 20岁的时候送了他20种不同的花 在他拍戏疲惫 需要人陪的时候 何鸿燊还会专门的 从异地飞过来陪他 带着他用各种 那个方式解压 袁咏仪呢 被这个浪漫有体贴的男人 迷住了 他沉浸在被各种 礼物包围的世界里 他享受和有钱男人 谈恋爱的感觉 全然忘了这个男人 是个有妇之夫 如今 袁咏仪能大方的讲出 自己曾经做错的事 并承认错误 做错的事情呢 就要承认 年轻时确实不懂事 我要告诉小朋友们 一定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结果他大方承认 但大家还是想看 这对夫妻的笑话 而张志玲却说 很遗憾 我没有早出现来保护他 他把责任 怪到自己的身上 体现了一个好男人 该有的气度和担当 大家眼中 长得帅的男人都比较花心 没想到 张志玲却是个痴情男 其实 他是真正了解 袁咏仪这个人 他虽冲动 但心底单纯 不耍心机 相处起来 让人感觉很舒服 如今 懒人已经成了娱乐圈 为数不多的模范夫妻 他们也半嘴 也吵架 过着平常人的日子 却从没想过要分开 张志玲曾说 等到他们60岁时 再去补拍一次婚纱照 然而 还没等到60岁 就已经补拍了 他们的爱情 一直在保鲜中 祝他们一家 能一直这么幸福下去吧 就已经补拍了 就已经补拍了